那么就是说这是我很早以前写过的对这个是一篇小文章吧 自己写一下晚晚的啊就是和大家就交流一下 然后的话我从今年开始我准备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搞了点初级编程啊 但是因为这个编程实在太枯燥 所以说的话暂时停掉啊 停掉几天就搞点初级英语啊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的话不不是系统性的 我们这个等于说还是一个娱乐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娱乐文章 我们这个你无论搞围棋也好 搞编程也好搞音乐都是属于乐性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什么社会上的什么围棋培训班 编程培训班英语培训班啊 我们全部是只不过就是说跟大家就是大家都是围棋爱好者 我在群里面加了一些 当然我现在不想去加英语群和编程群了 我只是说就是说围棋里面这些爱好者的话 就是因为在围棋这个群里面的话 可能也有些人对英语对编程有点兴趣 所以说的话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交流 就这个意思啊 好先把这篇文章打开 这打开看一下啊 我这个当然我这个文章肯定是错误摆出啊 这个看着不用看 因为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我讲讲这个写作文嘛 这个写作文的话 我反正小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不喜欢写作文啊 但是我当时的话在班上的话 还得到语问老师表扬啊 那是只不过因为就是别的小朋友 比我更加不喜欢写啊 我的话就是书比较喜欢看 那么我当时家里的什么有一些少年文艺的什么的话 这些什么小学生作文的话买了点书 可能想想看现在想看父母还是对我比较好的吧 父母肯肯给小孩子买书的父母应该说对小孩子都比较好 那说句难听话 我父母完全可以把这钱用来买点酒喝喝是不是 那么就是说我当时看看这些书的话 其实我当时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写的作文我也不会写对不对 因为小孩子实际上现在这个教育有个麻烦事情 他一定要这个小孩子去写作文 这个都要对大部分小孩子都痛苦的啊 我们打点字吧 关键是他以为就是说我写语文一定要写作文 但是你写作文的话是要写作文 但是问题是写作文的话需要有什么 这个我们现在成年了 我们都知道他需要有一个叫什么 需要有思路啊 首先其实要有经历对不对 你那些什么人生经历 不是说一定要人生经历 那最起码的话 比如说你要写一批邮寄的话 你总要到有个地方去玩玩 当然小孩子他也在试图在玩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小孩子实际上玩的话 他没有什么观察对不对 你光是玩的话你还要观察 比如说你去旅游的话 你你只不过是比如说你坐在船上 你什么的话 当然你可以望望什么江面望望海面 但是问题是你不观察仔细的话 你这个作文还是写不出来对不对 你不能说什么的话 这个风吹在我的脸上 我脸上感到很舒服 那么这两三句话一切就没得起 所以说这个写作文的话 实际上的话严格来说的话 他是需要就是说思路吧 第一个是思路 然后的话需要准备了 就是说要有点刻意准备对不对 我以前看到像什么猎斧托尔斯泰拉 一些作家 他平常的时候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就是把别人说的一些话的一些用字 他觉得比较优美 他都记录下来的 然后在这个写作的时候 就会用上去 那么小孩子的话 他完全不做这种准备 你等于说对他来说的话 他非常痛苦是不是 他就是完成一个任务 这样写写 所以搞得非常痛苦 那么有有几个的话 算是写的会一点写的 有几个会写写的 其实只不过是什么 只不过是比较老实 有几个调皮倒带的话 你老实让我写的话 我也不给你写 或者我到时候我我就是说就是说什么的磨羊工牙的给你磨几个字出来 有几个会写的只不过是比较老实对不对 或者动操点洗操点 动操操洗操操这么弄弄的 所以说的话这个东西伤害也没必要 实际上官员就是说 这个我就不讲 因为我毕竟不是教育专家嘛 整天对教育发拉扫也不好 所以说这个算 那么但是我这个文章的话是在无压力之下写的 就是说我每次干的话 我等于说练练这个写作 当然我练了写作以后 我才发现就是说以前有句话就是说的确是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他就是说爬格子了是非常痛苦的啊 可能有些维持爱好者的话也爬过这个格子啊 说不定有这里面哇维持爱好者的有些高手还 甚至还自己能够独立赚钱小说达到出版的这个地步啊 那你是非常牛的 一般的人的话爬格子的话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爬格子的是一个形象比喻吧 就是以前那个 当然现在是电脑打字写 以前的话拿一支笔的话在这个方格稿上写 然后写完以后的话把这个 就是方格稿投稿到那个杂志社 或者编辑一些那个 杂志社 然后的话就是 然后他们可能计算你到底多少字数的话 就是以这个格子啊 这格子的话阴不了了 对不对一张一张稿知道有多少个字 那么他就说爬格子的这个意思 爬格子的确是不容易啊 我就是用电脑打打字 我的这种文章当然是文笔很差的 我只不过是有了一点思路 这么写写的话我感觉也很累啊 不是说打字 而是说因为这里面的话 写起来的话跟说话有点不要 说话的话你可以比较轻松 就是海阔天空的聊聊什么的话 但是写的话他有些东西需要一点逻辑性 你不能够过意的论意的发散啊 那么我来看看我写的这篇文章 我首先怎么样定一个娱乐 但这是我自己定出来的啊 这个不是什么的 当然有很多错误 我都认为可能也就偏执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从事一种需要时间的活动 而不能获得经济报酬 个人觉得这样的活动都可以成为娱乐 当然这个范围的话是非常广的啊 那么我下面的话 我把这个娱乐分成两种 一种是主动娱乐 一种被动娱乐 其实这个的话有大有问题啊 但是打死我也没觉得啊 那么比我的意思就是 比如看电视看电影看小说的话 都是被动娱乐 那么我所谓的这个被动娱乐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电视也好电影也好 不好意思时间